大家好,我是先生会,你的人形故事机 之前节目里啊,咱们聊了好多这个什么柜子手 杀人魔王,独裁者的故事 非洲三大暴君,四大暴君,对吧 这帮人其实都有一个共性 平民出身,苦出身 没受过什么正经教育 突然有一天,嘿,好,成人物了,嘚瑟了 贪污都是轻的,不杀几万人啊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独裁者 不过呢,这凡事都得有例外 今儿咱要聊到这位啊 正经的贵族出身 而且呢,还吃斋念佛,皈依了佛教 但是他杀的这人啊 一点都不比之前那什么几大暴君少 人们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血腥男爵 今儿呢,咱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这血腥男爵啊,原名叫什么呢 罗曼、冯、恩秦、施藤伯格 有冯吗,肯定是贵族啊 还是一个这个德国贵族 为了方便呢,咱就叫他恩秦 出生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个贵族家庭 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 恩秦跟他妈一块改嫁到爱沙尼亚的塔林了 当年啊,那个地方是沙俄的控制范围啊 他的继父呢,是一个俄国的军事贵族 按照当时的传统,这恩秦以后当兵是跑不了了 贵族嘛,这肯定不能当大头兵啊 对吧,上战场不能当炮灰去啊 所以恩秦呢,就去了军校 在军校的日子啊 他这脾气就变得特暴躁 天天跟同学打架,关键他还打不过 不过这恩秦屡战屡败啊 屡败屡战,这口头禅跟美国队长都一样 I can do this all days 我能挨一天打 你说就这脾气,那人缘肯定差呀 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别人都是什么大城市 对吧,恩秦直接给分配到西伯利亚挖土豆去了 不过在那啊,他碰到一堆这个蒙古牧民 这帮人的那种游牧生活 让这恩秦特别向往 1905年,恩秦19岁 这日俄战争爆发了 驻守西伯利亚的士兵本来是二线部队 开始没什么机会能打仗 后来这俄国实在是太惨了 也甭管你几线了 赶紧上去送死再说 该说不说啊,这恩秦打仗还是很勇敢的 被手下的士兵呢 称为勇敢的军官 但是吧,这就有点卤 你这个子弹哪多往哪去 这不行啊 对吧,你是指挥部队的 不是送死去的呀 但是这恩秦命真大 没受伤,回来了 他这种指挥的性格啊 上级肯定不喜欢他 知道他也不是什么能当大官的材料 也没给他晋升 打完仗还是未官的 1913年,这恩秦终于来到了 他心心念念的外蒙古 体验了一把这个游牧生活 但是他到外蒙古可不是放牧的啊 他是窜着人家外蒙古独立的 可以说这外蒙古最后独立出现 这恩秦就是一个罪魁祸首 很快这一战爆发了 恩秦还没完成这外蒙古独立啊 就去参战了 还是老样子啊 特别鲁莽 只能靠熬年头 这会儿呢 也只是熬成了一个上校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恩秦就从前线被调回来 负责镇压这个国内的革命军 这会儿呢 他有一个上司叫谢苗诺夫 也跟他一样属于那种 有胆子但没什么脑子的人 恩秦这回可算遇到知音了 在谢苗诺夫的手下干的那是如鱼得水啊 谢苗诺夫也特别欣赏他 觉得这种人跟自己一样怀才不遇啊 都是天才 两个人呢 开始勾肩搭背 对外啊 他们俩上下敌 对内那就是亲哥们儿 穿一条裤子都贤肥 谢苗诺夫特别喜欢恩秦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这脑子也不够用之外啊 就是这个恩秦下手特别黑 在镇压国内的革命军的时候 他的手段呢 真是极其残忍 落在他手里头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自己快点死 重庆那扎德洞啊 那跟恩秦比起来 那都是天堂了 当年在远东的那段经历 包括在外蒙的时候 这导致这恩秦对这个满清的文化特别感兴趣 尤其是对那清朝所谓那十大酷刑特别了解 恩秦也因此得名血腥男爵 到后来连这谢苗诺夫都看不下去了 你这你这干的太狠了 你这个给他起了个外号就疯狂单军 但是这十月革命啊后来还是成功了 这谢苗诺夫还有这恩秦呢就被打成反革命了 咱们老说的白军啊就是指的这帮人 恩秦这会儿啊 早跟这个谢苗诺夫出现矛盾了 跟其他白军呢也隔隔不住 1920年白军的这个领导人高尔查克被兵败被俘 然后被枪决这个恩秦啊 包括这个谢苗诺夫也在国内混架去了 他们俩呢就分别到了东三省和外蒙古 咱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说的是这个日本关东军里的俄国人 就是指了谢苗诺夫这帮人 另外一半就是恩秦他们到外蒙古了 1920年的时候这外蒙古啊局势特别复杂了 咱们简单说啊就是这个外蒙古之前让这沙俄窜到独立了 但是呢后来北洋政府跟沙俄一交涉 这个改这独立为自治 只不过呢这个北洋政府一直在外蒙古是有驻军的 但是到了1919年恰好赶上了这直缝战争 外蒙古的驻军呢又被调回关内驻战 本来这恩秦啊带着这个几千号散民游泳 跟这个当时如果外蒙有咱们驻军的话 那真不一定谁输谁赢 咱们好歹是正规军啊对不对 但是现在正规军没了 这帮散民游泳呢那就称方称霸了 对吧他很顺利的就成为了这个外蒙古的化石人 外蒙古啊本来是有自己名义上老大的 这就是谁呢哲卜尊丹巴 哲卜尊丹巴是一个封号啊 蒙古活佛 清朝的时候官方承认的四大活佛之一 之前咱们聊这个明星为什么供佛那期的时候 说到过这个问题 哲卜尊丹巴知道这恩秦啊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你又打不过 只能客客气气的 这恩秦一来就没把自己当外人 直接带兵 进了当时外蒙古的首都库伦也就是咱现在这乌兰巴托 当时这个藏传佛教在外蒙古特别盛行 人人都得信想要统治外蒙古你不信佛是不行的 所以这恩秦从此就对外声称啊 他皈依了藏传佛教 还这逼着远在西藏的达赖喇嘛认定自己是这个活佛转世 就这样手里有兵 还是一活佛 那他可不就轻而易举的当上了这个外蒙古的这个化石人了吗 说实话他要没那几千土匪军啊 他当不了活佛转世 谁认你啊 对不对 控制了外蒙之后呢 这恩秦就开始他真正的什么叫血腥统治啊 他在库伦啊建了一个屠宰场 不杀猪不宰羊专门杀人 甭管什么汉人俄罗斯人少数民族蒙古人 甭管你是谁啊 只要恩秦觉得你是反对他的一律屠杀 之前咱们聊了好多这吃人的故事 我看有的人说我是吃人故事集 那么好 今天吃人情节来了 恩秦自己不吃人 他把人的心肝脾脏掏出来让狗让狼吃 恩秦其实说实话统治外蒙的时间不长 就五个月 但是死在他手里的那绝对不下五万人啊 1921年3月31号的时候 恩秦呢正式对外宣布外蒙古独立了 自己成为独裁者 还宣布呢自己是成吉思汗加活佛转世 前来这拯救蒙古人的 我也不知道你这杀人是怎么拯救别人的啊 对外这恩秦说自己皈依了这个藏传佛教啊 但是他对这佛教啊 你不真是一点都不尊重 你甭说这个什么吃斋了 咱就说一最简单的啊 当时这蒙古的浙布尊丹巴不是活佛吗 讲道理你跟这恩秦那怎么着是平起平坐的 而且人家是曾经的老大 您怎么着得尊重他一下 这恩秦对他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当真啊 有一回这恩秦直接上手去摸这个浙布尊丹巴这脑袋 哎这这这发型可以啊 这这这哎你这应该剃一下 这一下把周围人都吓坏了 在蒙古啊有一个规矩 这浙布尊丹巴的头那是谁也不能碰 就老虎屁股摸不得 这属于大不敬 只有他给人祝福洗礼 这种法式的时候 浙布尊丹巴可以摸别人的脑袋 那受到这种奇耻大辱的浙布尊丹巴也真没招 是吧你这手段狠下手黑他没把我宰了就不错了 只能把这苦水啊往肚子里咽 但是呢也想了想了好多办法 怎么能把这大哥给送走 于是这这浙布尊丹巴呀派人给这北洋政府啊 日本政府甚至这达赖喇嘛都写信求援 北洋政府心说我这忙着打仗呢 你去你该干嘛干嘛 你不是要独立吗出去吧 达赖喇嘛倒想来没兵啊 隔着一个这个这个西藏高高原对吧 我我真没招啊 日本政府拿着信 你这外蒙古你还干嘛干嘛去吧 我站着这个中国东北就行了 也没管阴差阳错 要不然说这有时候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啊 就是各种巧合碰在一起才能改变历史 有这么一封信 无意中的落到了一个亲俄人士的手里头 这封信呢这人一看呦 这浙布尊丹巴怎么这么低卑微啊 一看这个被谁欺负被恩秦 恩秦怎么那么熟啊 是不是好像是我们那个伟大的苏俄的头号通缉犯啊 他呢就把这封信送到了莫斯科 这封信呢就辗转到了莫斯科列宁同志办公桌上 本来这浙布尊丹巴是没打算跟这个苏俄求助 但是没想到最后帮了还就是这个苏俄 恩秦在外蒙古啊那是独裁者 但是在苏俄那边是通缉犯啊 对吧你是白军头子啊对吧 苏俄绝对不能容忍在国外啊有这么一个通缉犯 然后你还要搞外蒙独立 虽然我们很想让外蒙独立 但是怎么着也轮不到你来当这个独裁者呀 于是出兵外蒙古围剿这恩秦 恩秦的战斗力啊那真是欺负老百姓绰绰有余 碰上这正规的苏联红军啊那就不行了 1921年7月6号随着这个蒙古战役苏军的胜利 这恩秦呢只能仓皇出逃 不过仅仅一个月之后8月21号 他就被这手下人出卖了成了这个苏俄的接下球 头号反革命被抓 这苏俄这边肯定是得表现出 我们是一个很法治的国家对吧 我们得开庭审判呀 但是这审判的过程啊确实特别老毛子 几乎没有什么评审呀举证的这个过程 这个恩秦就直接被处死了 这祸害一方的这血腥男爵啊 咱说实话就此陨落 但是这手段实在是不怎么开明的 有这么一句话啊 形容恩秦这种人特别合适 叫什么呢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吧 你说这大国角逐什么一战呀 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日俄战争啊 这种战场上恩秦就是个渣指挥玩劲 你这不行啊对吧 你是军官你要士兵无所谓了 你是军官你得指挥一些人 他就是个莽夫 连这白军这种散兵有勇 那高尔查克正规军出身的 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他 他就是个屁 从某种角度来说啊 这种人一般来说都特别自卑 再加上你想他小时候父母有离异 然后从小大便街霸便相这种被惯坏的 这么一个孩子又很极端 他在仕途上的不顺呢 就会转移这个压迫 找这帮手无寸前老百姓出气 成了一个屠夫 这孔老夫子不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恩秦你呀就是一帮八蛋 好了 关于这雪晶男爵恩秦的故事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谢仁慧 你的人情故事机 咱们再来看看 咱们再来看看 咱们再来看看